哎呦国内真是太卷了 都卷好了我的口罩后遗症呀 来看看我一个做商业地产的前辈 做的这个共享办公室 项目就在国贸商圈 国贸啊那地景 那可是北京金融中心的中心啊 也是北京很热闹繁华的地方 很多精英聚集的地方 很多大企业在这里扎根的地方呀 所以啊寸土寸金说的也是这里 有两条主要的地铁线路 地铁一号线和十号线 你听一号线和十号线 这都是北京特别重要的两条地铁线呀 这个位置相当不错 一共两层 总面积加起来九千多平呀 这么大的空间 要说为什么在这么核心的地方 做这样的共享办公的空间呢 这得花多少钱呀 而且可以看到房间的布局 包括家具 包括这些绿植 包括各种配色方案等等吧 这些也都是经过设计师精心的设计过 而且也是有很多寓意在里面的 充满了艺术感和技术感在里面呀 这些办公室的面积是可以根据客户需求 分割成不同的空间的 特别适合一些初创企业 或者说刚刚进入北京的外企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你看这些已经装修好的 摆放好的这种办公室呢 就好像我们租房子的时候 是选择那种精装修 带家具家电的酒店式公寓呢 还是租那种空荡荡的民宅 自己再去装修 或者说自己再去布置 购买家具 哪种更让人向往呢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那为什么一下要拿这么大的面积来做这件事呢 当然是看好北京的经济环境 未来的市场需求也会不断增加 共享办公应该是当下最合适的模式了 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才会做出这么好的项目 总之一句话 比我有能力的人还在努力前行奋勇之前的 我还有什么理由莺莺艳艳生春悲秋呢 哈喽各位亲 我是从东京漂回北京的奶奶 好多小伙伴问我 怎么说最近不更新了呀 出什么事了吧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阳过了以后 就是觉得身上没什么劲 什么都不想干 就想天天躺平 摆烂 不干了 这不是回来北京了吧 回来北京以后呢 也会见一些朋友 然后我突然发现呀 我觉得真是不能长期在日本搭着 如果搭着久的话 回北京回中国 就是很难再融入到北京的生活了 其实呢 作为在北京生活了那么久的人 突然说这种话呢 好像你觉得很惊奇吧 但是如果我没有这种感受的话 我可能自己都不会相信 以前老说别人啊 去了日本回不来了 现在我也有这种感受 最主要的就是说 我觉得还是跟两边的工作的这个氛围 社会的氛围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 然后我这不如回北京了吗 回来以后也会有一些朋友啊 以前的同事啊 约一约 我也会跟我的前辈去见面呀 后来呢 我就发现一件事 就是说呀 有人说嘛 在一个行业 如果生根一万小时以上 那你可能就是这个行业的精英 那我以前也是做这种商业地产投资嘛 像我今天见面的这个前辈呢 大概也就比我早入行两年的时间 但是现在他就一直在商业地产上坚持下来 人家已经是老总级别的了 绝对是行业翘楚啊 我这还没事飘飘北京 飘飘东京的 哎 跟人不能比 真是不能比 完了以后呢 他就看我状态不是特别好吗 就说 哎 你这去日宝回来 怎么状态不太好呀 我说我前一阵吧 扬了 特别难受 现在我应该是处于 扬过后遗症的时候吧 我就什么都不想干嘛 特别难受 然后呢 结果这位大哥就叹了口气 哎 我也是 扬过以后什么都不想干 所以呀 我就只弄了这么一个项目 我说哎 现在听说 这个商业地产不太好做呀 他说是不太好做 我说现在经济环境不好呀 你做这种投资的话 一定要谨慎谨慎 再谨慎呀 他说是啊 我也很谨慎呀 但是呢 不做是不行的 因为在危机中 有危还有机呀 很多机会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出现的 所以呀 今年呀 我只做了9000平的 共享办公室的空间 哇 9000平了 一听真是吓我一跳 我说哇 真是 你真是太有魄力了 一下拿了这么大的面积去做 你的压力得有多大呀 他说没有压力哪来的动力呀 是不是 那这个9000平的面积做出来 虽然压力大一点 但是有信心是能把它做好的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我觉得这哪是说像我这种躺平摆烂的人能想到的一种积极的工作状态呀 我天呀 听他一席话呀 我立马觉得我以前的生活态度真是太消极了 太不对了 我得齐齐改正呀 你要说呀 中国人多有这么一个两个的精英 这个太不稀奇了 这个绝对不是说我这个前辈一个人面对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之前的很多的同事啊 前辈啊 好像我跟他们见面以后都觉得他们在压力中努力前行都非常有动力 你知道吧 就不光是说努力的积极的去工作哈 就是在各方面都是不放弃 而且呢 就是说疫情 大家都觉得疫情耽 耽误了很多的机会 耽误了很多的时间 那现在疫情已经结束了 大家 中国人好像没什么人戴口罩了 日本人戴口罩人还是挺多的 那既然恢复了 大家就好好工作呗 我觉得每个人都特别有干劲儿 以前都说打了鸡血了 我觉得我是没有 但是看大家的状态就特别积极 有好多人说嘛 就说想去哪儿找幸福感 那就来北京看看新闻联播 其实呢 不光是新闻联播的事儿 我觉得如果真的感受到一些 压力 或者有一些消极的情绪 那不如就来中国感受一下 我觉得立马就可以被周围的这种积极的气氛带动起来 而且真的是正能量满满呀 感受一下这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气氛 虽然啊 会有一些经济数据的情况 好呀不好呀 但这个不是很正常吗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 数据肯定好看 但是呢 经济可能发展的没有那么快了 数据相对也就上涨的没有那么好看了 可是呢 这个不代表说是停滞或者倒退呀 因为它还是在不停的往前走呀 这是基数的问题 基数大了呢 增长率低了 可是你要看静数值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让人观目相看的这种感觉 然后之前我在日本的话呢 也会听到好多外民的声音 就感觉特别焦虑你知道吗 特别焦虑 焦虑的感觉都睡不着觉了 我觉得中国怎么办呀 经济怎么办呀 我将来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来呀 可是呢 真的当我回到北京了 再跟周围的朋友呀 前面的同事呀 同行呀 见面呀 聊天呀 你就会发现 好像跟外面写的根本就不一样 就是就感觉国内呀 歌舞升平 一派欣欣向荣 哪管强外 洪水滔天呀 就是那种感觉反差真是还挺大的 所以呢 我就说 如果有人觉得中国经济不好 或者说觉得生活太消极的话 那就不如亲自到中国来感受一下 看一看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呀 哎呀 我今天double了那么多 我唯一就是觉得看到大家这样的积极的态度 也非常受鼓舞 可能我后面的生活呢 也会更积极一点 至少对于我来说是有这样的感受 你有什么感受呢 可以留言哦 如果觉得分析的还不错的话 可以帮我点关注转发 还有点赞 好吧 那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就这样啦 拜拜咯 就这一下吧 见到onz了 启会